近几个月来 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点忽然冒出很多手机自拍棍 它是英国上个圣诞季最热的礼物之一 但现在 越来越多的画廊 展馆 赛场和演出场所 把它列入黑名单 禁止在室内使用 理由是它对展品和其他参观者不安全 伦敦的国家美术馆是最新一个宣布自拍棍不受欢迎的展馆 以此保护展品 个人隐私和访客整体感受 卢山佛斯特博士说 自拍棍是金属棍子 它有可能导致游客受误伤或展出的作品受损 美术馆当然希望大家能近距离欣赏作品 但是也必须掌握平衡尺度 伦敦的国家肖像馆 大英博物馆 泰特美术馆等重要场馆 还没有对自拍棍下逐客令 但是表示正在评估相关的规定 公众对这种禁令有支持 也有反对 欧洲最早禁止室内使用自拍棍的是法国凡尔赛宫 巴黎的卢浮宫和彭毕度中心估计也会很快仿效 效果准备